大家好 歡迎來到多謝高仁先 六十不知幾集 我是高仁 我是Sam先生 今天一開始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看到你那天很有火 在直播上 其實不止我 全香港的火頭都很旺盛 金像獎這件事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金像獎是 我會做預測的 都做了三四年 但是很搞笑 只有金像獎才會有一個預測得獎 還有你最喜歡的心意 是要分得很開的 是的 Oscar也未必會 有個別例子 可能是政治正確 BLM 都一定要有這樣的區別 但有時候那些生意效果 那些很難去做的 或者Best Pick 都難猜 但我們都不會常常說 預計哪一套 很少可以這樣 是金像獎才會那麼 分別那麼大 大家都預計了一些事情發生 金馬也不會 金像獎才會那麼有趣的一個 我不知道是這個什麼生態 都算是 或者叫做 我們好像預計了會這樣 是的 所以其實我 有些獎項輸了 就是我心儀那些 心水如果他們輸了 其實我未必很生氣 其實去年也有很多 是頒了給死者為大 但我都未去到這麼生氣 因為以作品 即死者為大的獎項就有去 但有時候以作品輪 可能大家都覺得 譬如逐水漂流 應該要贏一兩個獎的時候 但就算贏不到 可能真的大家覺得 另一套好一點 是那些很point of view 很口味問題 都未去到真的要火滾 要生氣的 但今年是很挑釁性 挑釁性 挑釁性那個點是 其實我之後那個直播 就做了七個小時 講足七個小時 然後那七個小時 其實我有些獎 我沒有怎麼說 因為那些是非常合理 就是頭六七個獎 其實是最合理的 新演員那些 新演員我都覺得 新進導演 我會期待他給其他人 因為我經常覺得小演員 其實未去到很良麗 或者未去到很知道演戲是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獎 我會屬於比年紀大一點 那幾位 但比林樂我都ok的 沒有任何不喜歡 或者覺得應該要怎樣怎樣 不會的 都合理的 然後他其實頭六七個獎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有些是正義回郎贏 有些就是明日戰記贏了兩個 技術獎 還有風在喜時贏了兩三個 美術和服裝 那些都沒得很爭辯了 大家都基本上供應 你可能有其他的口味 但他拿你都不會吵什麼 是一直都覺得 都不錯 我開頭的獎都是押給對的人 去到有一個位置 有一個獎我頂不住 第一個獎我頂不住 就是最佳編劇 是最佳編劇 是最佳編劇 是很合理的 因為正義回郎的難度高很多 是啊 我經常說這些獎項難度 又是有難度分這件事 技術獎當然是難度的 是啊 甚至在外國很多獎 譬如演員獎 為什麼那些人做傳記片 會得到多些注目 或者獎項會重一點 或者他演一些比較多的角色 或者去到很準的角色 那個就是難度分 你不覺得其他人可以處理 說回編劇這個位置 那一晚我做了一個直播 這個獎好像沒有做投票 但我會叫他們在Track Road打 你第一個永遠歐洲哪一個劇本 你覺得這五個最差的是誰 然後基本上九成的人 都是歐洲得獎的人 我不是說一定要 現在有一派說法是這樣的 這個獎 專業的評審和一般人不同 是很正常的 Oscar班員你不認同 都很正常的 但是我會覺得 十九歲都算了 你最佳編劇是比神探大戰 是有點過火的 是的 我會形容為混亂 他那個劇本已經不是大家的口味問題 他本身的劇本已經是混亂 有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挑出來 可以覺得這一套都寫得出的位置 而當一個這樣的劇本贏了最佳劇本 真的很不經典電視機 我那天在直播中這樣形容 很不經典電視機 因為劇本在香港 就是編劇 不被重視 不被重視 得不到相應的 你這套劇多收得都好 他沒有名沒有理 沒有人會記得名字 沒有人會去理 賭Sir很多戲 有時候某些名編劇寫了幾套 就已經會有名有理了 甚至乎那些名編劇都常常會說自己是飛子仔 是的 然後我那天看完最生氣的就是 飛子仔你在台上說出來 飛子仔也說 我常常覺得即時改 很正常 有時候你去到on set 你覺得對白 或者跟演員夾完 或者跟幾個編劇想完 或者你有新的啟發 給一條雷放下來 你特意想改都可以 改吧 我覺得飛子仔這個動作沒有問題 他跟我說 我們經常飛子仔飛到最後一刻 又是這些 覺得這些就是專業 或者電影我們有那種風景 電影就是這樣做 是的 我會覺得以前他們一年開四五套戲 你這樣做我覺得無效費 因為你要趕在一個月之內 或者十幾天之內要拍完 我給你飛 但是 以我所知神探大戰是籌備了 連拍籌備 可能在講四年 當一個四年你都看不到一個很實正的劇本 需要這樣飛子仔去改它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然後一個這樣的劇本 你說你神作 大隻佬 我給你過 但是 神探大戰明顯 程度不多不少都是秉承著神探的牌頭 這件事就是 神探是一個怎樣的劇本 怎樣的電影就有目共睹 沒錯 當然是遺憾 當年武長拿這件事是遺憾 但是 如果比起上來 你說神探大戰這次給你韋家輝 嘩 比我想說要成名 最慘的是 這一屆不是武力競爭者 你說今年其他都差 明日戰記跟他爭其本獎 沒得好說 沒得好說 給你 封在時明日戰記 大戰神探大戰 對 如果你說偏期是這樣的 我沒得好說 一屠育兄弟 五個裡面全部都是這樣的 我給你 OK 但是你看看那個提名單 你真的接受不到 有宅路 有正義 只是這兩個都吊打 沒錯 那件事是 由這個獎開始 out of control 然後去到那些演員獎 那些演員獎 演員獎 有兩個我是猜對的 Semi和 許冠文 這兩個是 有很多人 基於 因為Michael 也是年紀大 Semi 又等了很久 第一個 有人會因為這件事 而攻擊他 是覺得他們 都是排隊的 但是今屆 我是覺得 Semi和Michael 都是值得贏的 絕對值得贏 排隊還排隊 至少他們的演技 或者表現 是對得住獎 絕對值得贏 絕對值得贏 這兩個我覺得 不算有爭議 可能有一部分人 都覺得排隊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爭議 另外那兩個就很嚴重 最佳呂配角 這個就是我 呂配角 我沒有去到生氣 老實 我是有一點點失望 因為其實五個提名 你問我 Ivana其實都做得很不錯 然後明晶是一個很突破 然後還有Jennifer 基本上沿路山卡拉的好看 我想有一堆東西 都是跟Jennifer的表現 那蝦頭的出色表現 沒得好說 沒得好說 然後還有一位 歐家文 劇喉 但是他的角色比較小一點 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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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獎 我會覺得有一點點是 因為Ivana其實拿了第二次 我覺得 失望 我沒有去到很生氣 我會替蝦頭非常不值 老實說 未必有下一次一個這麼好的角色 給他發揮 是的 而且他還要是一個 他做喜劇出身 他做很多喜劇 然後這次第一次做正劇的時候 還有他不是那些 林明禎那些 Ivana也有很多戲拍過他 那件事他們是比較主角的感覺 而蝦頭其實是 機會不算多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這樣的角色 有大家 我那天的投票是七成的人 都是選蝦頭 其他只剩下十幾十幾 我沒有想過不是蝦頭那樣 我也是 我聽到他公佈的時候 我跟Ivana的樣子是一樣的 我也不好意思 Ivana的樣子是 這樣 我嗎 不是吧 但真的no offense 其他幾位 就算輸給Ivana 我覺得Ivana也做得好 但我很替蝦頭心痛 這個位置 她好還好 你說她是不是很有突破她之前的演出 我覺得也不算 Ivana的樣子 她上次拿來 因為是喜劇 她能夠放下自己去做那個角色 這次其實她做得很軟 那個委屈 帶一條氣軌其實不是很適合她的 即是算是 這裡交代了一些 下一步交代了一些 第三步交代了一些 然後就被一個她拒絕求婚那個 其實all round就不是很豐富的 即是她好像在一條side track那樣 又或者不是她令到飯器公深會有一個提升 我明白 而蝦頭那一場是令麥東條線 令到法庭那個戲本身 在證人作弓方面有一個提升 沒有的 這個獎我也覺得討論爭議算了 不說太多 免得說太多 那男主角就 其實是很有趣的 我彈了神探大戰很久 都是一個在各方面的專家 我經常說 你如果覺得神探大戰是好看的 不妨你告訴我為何你覺得好看 每一個人都答不出 又不是每一個人的 九成的人都答不出 阿塔哥答到你 我有聽她那一段 但她其實都是說難的 但她有些東西捉到她 但問題就是 她整套氣差 整套氣差 我是不否認青雲秋生都厲害 不是關於能力的事 是表現上的 一定不會差到去哪裏 如果你是要因為那個人 他一定是演技非常非常厲害的 這個人 比如梁朝偉 這次提名都沒有 是啊 那件事是很像 是啊 如果你是一個 Anthony Hawkins厲害 一個演技教材級的人 那是不是每一次Anthony Hawkins 演一個男主角 男配角 他就一定要拿獎 不是的 那件事不是這樣 甚至是他的戲本身差 不是他帶起這套戲 你要看角色怎樣發揮 而不是看演員本身 是啊 就是我彈神探大戰那個李俊那個角色 就是青雲那個角色 他是很flat的 由頭到尾不停pu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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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一個發癲 是啊 沒有一個 他到差不多第三幕 最後林峰揭曉完 他才有那個少少所謂的內心掙扎 中間都不覺得太厲害 沒有 他只是跟著自己的信念 就是一邊衝的一個傻腦 是啊 然後最搞笑的是什麼 其實這些案件 從案件到案件 其實他是完全沒有任何查案的成份 在裡面 全部都是神通 是啊 他沒有描寫過任何查案的成份 他只是在他的鬥裡 全部寫滿了這些案件 就是資料 突然看到一個所謂的做飯事的人 又說我現在在哪裡 他就去了 不斷去到一個室 去到一個室 去到一個室 然後中間沒有任何產位成份 他只是每一次去到那個位置 目睹案件的發生 沒有任何發展 沒有的 沒有的 然後 因為我認識神探大戰裡面 有做過Crew的人 他們去到船奧裡面 都還在飛紙仔 然後飛紙仔 那個點是 某位演員要在那裡 stand by 由早上化定妝 等到他寫到夜為止 然後整個過程是耐久了十幾天 我不說太特別了 十幾天 他有錢 有這個預算 預約了那個地方 然後去做他的所謂的 昂西的創作 飛紙仔 又要一些Crew member 把東西搬來搬去 這件事都是常見的 但是沒有那麼誇張 然後演員要等 然後甚至船奧那場 他拍得不好 其實我們慢慢由男主角 轉移去導演 因為剛才我講的東西 跟最佳導演的獎最有關係 導演是控制力的表現 做決定的表現 當一個人去到昂西 他做不到決定 又或者他做的決定 沒有令那套戲好看了 我是理解不到他拿最佳導演的 很老實 我一直都覺得韋家輝先生 是適合做編劇 多於做一個導演的 沒錯 所以整件事就是 男主角其實你有沒有想分享 都 唯一是在想 就是 我是覺得 比另外那四個我會比較強 是啊 青雲起碼金馬加持 你說給他情有可言 你說抽生 抽生 抽生 我猜因為拿金馬他沒有人拿 應該是 那就算 我的意思是就算給他 也有個原因 美其名的原因 即使你給張繼聰 我也給他 給張繼聰 我很開心 因為張繼聰是一個很努力 很敬業 很好的 如果要排隊給他 給這個 就全部拒絕 即是給他 即是那個所謂的排隊 就是給張繼聰可以令到他的 career 再提升 我明白 肚子再響一點 至少有一群不是 online的人 即不是 social media的人 公公婆婆會知道 原來這個人厲害 下次可以留意一下他 因為有很多觀眾其實是很看獎項 而你有沒有拿過獎項 對於他來說是一個認知 還有張繼聰的定位永遠是模糊的 即是他演戲的時候你說他是歌手 他唱歌的時候說他是演員 是的 所以那件事是 我覺得正義回郎兩位做得很固然 但是拿不到 我覺得就算被阿聰 我想阿倫他自己也很開心 是 是 是 而且阿聰是朋友 那整件事去到那個位 其實你會看到那個演員的獎項 其實我昨天直播也有說 在我自己那裏 韓國其實很多影帝都是四十頭左右就拿 即是真正很厲害的那些 你看到宋康浩、李炳獻 那些全部都是四十多就拿 有很多是二十七已經拿 那魷魚遊戲那位 那位 林主角 二十七歲拿 那香港很奇怪的 張繼聰已經四十二三的 是啊 我看遺跡的話 你要他等多久呢 至少要等到五字頭 是啊 那件事是挺錯的 是啊 他根本就不是說你表現得好不好 純粹論資排輩的時候 哪有說服力呢 是啊 然後當你是一個演員 你可能 一直等到十年之後 那是沒有的 有很多人其實是不能等的 演員也算是 可能有其他配角 一直接著戲 有廣告收入 大把城 編劇呢 這次寫了這麼好的劇本 然後被人大石窄 死蟹沒有了獎 有很多觀眾說有沒有獎 沒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拿了獎 他們是金像編劇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有一個 光明一點的前途 或者他寫的劇本會值錢一點 會養到他家裡呢 在業界裡生存的話 這件事很必須 是的 是的 雖然立即有反例 黃顯仁 他拿了金像 他現在都沒有工作 又不同的 他始終比較游離於體制外 所以對於獎項來說 某些部分是需要的 而他們拿不到 你時候下次再努力一點 下次? 他這次玩完 可能他沒有積蓄 他又要做其他工作 他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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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說 香港最差的地方是劇本 沒有的 寫到好劇本都讓你玩走 那寫什麼呢 寫個飛子仔的神探大戰好 是的 不過地方 然後在那裡等神打 那就贏了 然後大哥 剛剛提到一件事 就是最佳男主角五個提名 四個都是APA的 不是APA的那個拿了 這個就不要太深究了 沒有什麼 我相信是口盒 口盒 這些就沒事的 還有電影就趕快一點 我們說了很久 五套 《正義回朗》 《煎機》 《三大煎》 《周到微塵》 《吸十九歲的我》 這五套 鬥氣 《吸十九歲的我》 鬥氣 一來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是的 但是我雖然沒有看過這個十九歲 聽回來所有做電影的人都跟我說 其實那一套東西 純粹觀想的體驗是不差的 不要計算他那些到不可以的 是的 我都給不錯的分數 是的 沒錯 但是當你得知到他裡面 是有不情願 有強迫的時候 那件事就已經不行了 所以 不成立的 即是你那時候看的情感就不成立 因為你知道那件事是他們不想被揭露的 你另外馬上想起KJ的音樂人 是的 因為其實他最好看的那一段 正正是王家正說他自己不想被人看到的那一段 是關於家裡的事情 是的 所以 不是拍攝大了 特別是這些人物的紀錄片 除非你是揭發社會不公 你就可以偷拍 你就可以不需要得到當時人的批准 但是人物性的紀錄片 是不可能不尊重那位被你拍的人物 無論他簽了什麼都好 你說的那種揭臂式 其實是由下而上的追尋 好像衣冠和我那些 你那個官員不想你 你難道不批准嗎 但是你拍一個人物的話 基本上就是由導演由上而下去撫陷他 去抽屎剝緊他的人生 除非那個被訪者是大明星死了 除非他死了 你才可以把他那些不想公開的事情公開 是的 沒錯 但是你要承受外國 你會承受被家屬告的風險 還有隨時被人家一槍打死 是的 那件事是 除非你做的事情很多人都支持 其實這集獎總結 我其實不用說太多 我沒有說的 大家都已經 你們都說了很多 其實整件事就是體制制度的事情 就是 為什麼我這麼生氣 大家都會經常說 由開始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賭Sir不去 都知道他們是差的 那時候十年拿到 都是同樣道理 是的 但是我那種生氣 不是一定要用我的名單 我的心水去得獎 我是覺得他們是在危害這個工業 大家是很有愛對這個工業 我是有很多觀眾說 因為他近幾年 因為我喜歡看港產片 每個月看一次的 但是去到有個位置 他看到這個 這樣的結果 是令到他自己質疑 究竟我做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是的 如同我一次一次這樣說 都說 現在就是 香港電影台前幕後 最有熱誠的事情 是的 然後被人一盆水 這樣玩法 所以 做多事情出來都沒有人影響 我們生氣 我們火滾是很正常 而我們希望 會不會說 你不說沒用的 有些人說 你說出來 你是這樣的 你現在說有什麼用 不看就行 不看就行 有人跟我說 但那件事是公信力 這個獎代表香港 不是我自己看的問題 是台灣人怎麼看 你原來整個香港最厲害 是這個 不是吧 韓國的影展 看一看 你頒給這套最佳電影 不是吧 劇本這樣 是啊 Best Screenplay是這套 哇 我想像不到 是現修我們 現在神探大戰賣淘 我真的想像不到 什麼事情 風在喜時賣淘 我還能理解 但是神探大戰 那件事是侮辱我們這些影迷 侮辱其他在做工業的人 這件事是很危害的 所以我不知道 希望 我純粹有一個願景 我覺得我們如果能夠搞到一個獎 不是我自己的牽頭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另外一個獎 是專業評審團制的 嚇我訪金馬的 或者其他幾大影展 慢慢小一點這樣搞不要緊 但是會不會嘗試一下有其他方向 做一個真的覺得是代表性一點的事情 公信力 或者大家都代表著一個專業的眼光 而不是工業的制度和那些階層的氣壓 我會覺得 我會有這樣的願景 純粹是這樣 我的總結是這樣 每年自己頒獎給那些戲 現在都有不同的獎項 其實我覺得是正確的 你喜歡聽就是聽 不喜歡聽就算 那個獎頒得正確 你傳出去的時候 或者對你的眼光 會有一個投意信任 希望 我們有些改變 不過也可能挑釁性更加多 這樣把獎頒出來之後 搞到這個都給 那些人都是搶口這些位置 專業評審團 我不是很擔心的 老實說 那些人就會說這個都專業 那現在網上是每個人都專業的 那些人 你去康誠找Tri-Lite女去做評審 那些人都會頂的 那我會覺得實有爭議的 但起碼大家不會覺得 三大影戰班那個獎是垃圾 不會是這次這種感覺 就算他頒給不同的人 是他們的選擇 他們邀請哪些戲去玩 都是他們的選擇 那是看法問題 但這次是制度問題 就來到這裏 不說太多 不開心的事情 最重要是說開心的事情 今天我們兩位強勢推介 本年度最佳劇集 《沒有之一》 應該沒有了 今天是4月尾 4月21日 4月21日 22日 剛剛我們錄的是凌晨 是凌晨時間 22日 最佳劇集 《沒有之一》 2023年度最佳劇集 《Beef》 中文是 忘了露什麼人生 露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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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讀那個字 在台灣字 在Netflix上面 已經有得看了 Netflix平台A24作品 我A24成Netflix 上次有一套 《Uncut Jam》我不喜歡 《Uncut Jam》我可以 你可以嗎 我可以 我可以 《Uncut Jam》 《Uncut Jam》就是《Unnoying》 可能我本身不喜歡男主角 那沒什麼好說 《Beef》 你先說吧 《Beef》 我一看的時候 我應該去到第三集才能進入局 為什麼呢 因為頭兩集看的時候 我覺得一些東西太赤裸 太真實 有些分不清他人是搞笑 還是真的受難這個故事 我有些不懂得擺位自己 看頭兩集的時候 因為我看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就是 這是真人版的《Bojack Hors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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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Netflix的一套動畫 有一個碼頭人 很好看 他就是講一個 荷里活過氣明星的生活 主要是很生活化的 他做的錯事 如何令到他一步一步地 不斷地沉下去 不會再有翻身之日 這個故事 其實 這裏《Beep》是有點類似的 《Beep》這個故事說什麼呢? 第一集開中文義的 就是一男一女 兩個都是Asian 在這個游市場外 女性是越南 其實之前原來是洞督少 在Netflix 在阿里旺是做洞督少 然後另一位 Seven Yuen Seven Yuen也有名 是這個《Walking Dead》的角色 他也有很多作品 沒錯 不過我之前這兩個我都沒有看過 因為A24再加劇集 他時鐘進去看 這套東西就是講這兩個 一男一女 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就吵架 然後就做了一場汽車追逐戰 然後就成為了一個社區的熱話 然後他們兩個說要掩飾這件事 還有要追查究竟是誰 搞到他無名火氣 於是就互相在那裡查下去 每一次會做一些很微細的決定 因為他們本身的性格都很偏執 很偏差的時候 每一個細的決定就會做錯了 發酵醞釀變大 去到一發幫我收拾他 我覺得這套東西很佛計 其實是的 你如果從佛計的角度去看這套東西 就是一念不知差 是的 剛才我為什麼會提到Bojack Horstman 因為我看Bojack Horstman的時候 一直覺得這些劇情 你如果是真人演出來 怎麼看下去 我有這種感覺 然後我在看Beef的頭兩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你真的是Bojack Horstman真人演出來 我怎麼看待你好 直到他第三集開頭那個位 我笑得找到糟糕 那個位置是否劇頭好 簡單地 或者笼筒一點 那個男人就找到那輛女人的車 於是就淋去火水 打算燒灸他 打算點火那一刻 有個細粉狼在裡面 他馬上抹完之後 就跑掉了 燒到我的糟糕 不是說燒到我的糟糕 你看到他們那種 他很憤怒 但是不知為什麼 他又有一絲的良知 或者是耐弱 或者什麼 我覺得我報仇是天經地義的 但我燒死細粉女就是不行 我會看整件事 其實他們是很有原則 甚至他們其實在我的角度是好人 只不過是你好人都會有憤怒 或者被人令到你覺得要報復的時候 有的一定有的 你為什麼要踩我的鞋底 踩我的鞋面 我要踩你 就是有的 尤其是他們兩個都身處在人生最低潮的時刻 可以看 其實我覺得頭髮 我們說一點 大家會理解後面那些會更多 其實他們那個爭執發生的時候 男的Steven Yuen其實是一間超大型的 類似Costco那些 他就在退一個BBQ爐 燒烤爐 退貨 但是別人說你沒有拿單 而且你退了很多次 認得他 那他就想著算了 拿回去吧 為什麼他 一開始還以為他是那些 燒完東西就拿回去退 誰知不是 但是其實慢慢揭下去 原來他是想用那個BBQ爐是自殺 他那種退來又買 退來又買 就是他來回往復 他死不死好 那一下 那個後悔決定 後悔決定 他是一個這樣的困難 然後那個女人其實都是在差不多的困難 就是很掙扎 其實他是有抑鬱症的 是 有一個很嚴重的抑鬱症 就是他覺得他是去賣那間他自己創立的公司 賣給一間很大的企業 塞到超級市場 都是那間超級市場 希望賣了一款之後的財富之後 多些時間陪女兒 是的 他一直都是想有這樣的目標 其實他的苦惱其實有一點關於錢的 因為都一副三大 就是要有個好房子給所有家人 然後 他要維持這樣的生活水平 他要很多錢 加上他老公也是一個藝術家 不思進取的 不會想錢的藝術家 你要養一個藝術家就很麻煩 而且他的外婆都是藝術家 全家都是藝術家 還要有小朋友想給他最好的東西 其實那個壓力很大 而他是在這樣的狀態 所以當兩個人在一個很糟糕的時間 在路上駕車遇到 大家一駕車就更糟糕了 男的移車那一刻 你女兒就奔出來 你還要舉個宗旨 你還要舉個宗旨 混蛋我不能追究你 這樣就開始了 所以 某程度 他表面那一陣 你會看到是一種很激烈 很生氣 很憤怒 很妄狀 亂做決定 做完決定有一個很糟糕的後果 然後燒回自己那一疊 某程度上是選人一千自相八百 選人不理己 選人不理己 但是暗底那條線 漂亮到絕 夠熟 他們其實很不想對別人不好 其實他們兩個在十集的旅程裡面 他一直去思考究竟做這個行動 會不會真是很影響對方 他有時候報復完 他沒有想過會有一個更加糟糕的效果 即是一個後果 會那一刻爽 爽完之後原來引發了一個骨牌效應 有一個這麼嚴重的效果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爽爽的 會想很後悔 爽爽我要這樣做這個決定 他們會有一點點位置想去補 補補一下 但是又被對方激怒 因為有一點雙殺 而且那種激怒法 不肯是細小的 每天都是吐到二一日 最痛的 而且這十集是越吐越痛 越吐越痛 吐表面的事情都算了 其實四五六中間那幾集 很深入的 很耐羞的 那件事就是 他們就開始傷害到大家最裏面的心靈 即是他不斷說你是那些 你那些什麼人 看寫了你買完的 你都不會陪在家 然後有些可能有外遇 很多這些事情發生了 我其實是不斷淨他們的內心 然後我們作為觀眾 看到他們兩個人有一種相近之處 甚至是隨著劇情發展 他們兩個互相都感覺到自己的相近之處 他們永遠就是貧林在接近和解那一步 甚至是以為自己和解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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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玻璃快要碎 但又未碎到 對 不斷互相轟炸 而他整套事情 由憤怒到可能一個情緒 內心上的攻擊 迷惘 也有迷惘 因為他們裏面有很多事情探討 有探討到信仰 心理諮詢 我不是為了這個工作 或者為了財富去犧牲一切 或者是藝術是甚麼一回事 甚至金錢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他很豐富 金錢那一件事 我很喜歡他的處理 就是他一開始很想賣自己的公司 其實去到劇的差不多中間 他賣了 賣了之後他很有錢 賣了一些假期房子 但是賣了那個 有了錢之後 你會感覺到那個女主角的樣子是沒有開心過 我很喜歡這個處理 我們一路追 我覺得我自己有了些甚麼 然後我就會很開心 還要換了新戀 很幸福 很幸福 他不斷地覺得會好的日子 但是不停地跌下去 只有越來越差 他們叫做過了半年好日子 可以這麼說 就是他中間那個規模是 是的 是的 如果要不劇透這樣說 其實是一路崩潰的 無論是外在的環境和內心 不停地崩潰 崩潰到最後 其實我有少怕他們會自己了解自己 自個毀滅 我怕的 我怕太 你知道A24的東西是寫得出來的 是的 而且如同我一開始都說 我想起Bojack Horseman Bojack Horseman的結局 簡直是宇宙最可怕的結局 他是所有人都回到他們日常生活 但永遠都是脈路人 最好的朋友 曾經最好的朋友 最好朋友 最幫你的人 全部都當你是點頭之交 從此以後 哇 因為你錯完一次又錯 我幫你補了鑊 你還要中一個頭 再錯一次 我們沒有人可以再幫你了 拜拜 拜拜 我們各自都有自己的事情要處理 我們各自找到幸福 我們沒有餘地再幫你了 嘩 那是多恐怖 多恐怖 多恐怖 然後我很害怕他們會變成這樣 我很害怕他們兩個會 我很害怕他們的智慧 或者互相毀掉對方 誰知我猜不到他們這個故事 竟然停留在最浪漫的那一剎 就完了 我感覺到 哇 猜不到是好的結尾 竟然是 我有這個反應 不要不快劇投 我覺得 這樣而已 我也是 我覺得最適合形容的就是 而且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覺得是好的結尾 是我覺得是好的結尾 如同我會覺得無痛失戀是好的結尾 我明白 我會覺得 我一直去到第七第八 因為是chaos 已經真的變成chaos 又是挽救不到 或者不是靠言語 不是靠therapy 不是靠自己和自己聊天就可以解決到的事情 即是本來你用GTA一聲 無緣無故五聲 後來開車來 我不會跳頂了 你不能降下去 現在不能躲躲 躲躲躲躲 而他那個事是真的out of control 而那種out of control 我很害怕 有時候某些劇集或電影是會想混亂而混亂 就是想chaos 是chaos 它全部都是鋪躲躲 每個人為何會做出這麼風力的決定 是之前他這麼多集建立出來的人物角色 人物性格 然後去到第八第九是做一個總結 就是為了那些Raging去做總結 我最喜歡最喜歡這部戲的原因 我看完第九集 我以為是完 他那個勢太像完 其實他第六集那時候像完了一下 第九集又像完了一下 第十集就砰 第十集那個力是瞬間 如果只是第九集完 我會給9分 他那個第十集硬生生加多一分 那個第十集前面我不是說是一個Raging的總結 第十集就是內在的總結 如果第九集完的話 就是像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 那個結局這樣的狀態 但他第十集就整件次完滿了 我不劇透的第十集 完全不能劇透給大家聽 然後他裡面還有一些我覺得是挺新的處理手法 我很喜歡那個處理手法 大家一定要看最後一集的 我是誇張得看第二十集 我是那個對白 我看鏡頭看一次 聽對白聽多一次 我按回頭聽 我去想一下那個哲學 我去想一下他講那樣對白想講的意境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種東西的話 一定會介紹大家看Netflix的一套動畫 叫做《Midnight Gospel》 《午夜復音》 他是一個喜劇演員的broadcast節目 然後他就找了《Adventure Time》的動畫團隊 幫他做動畫 然後他就隱約有個故事 然後他再把自己的一些broadcast 重新剪接 然後放進去動畫裡面 動畫就是一個外星人 他就會說好藥物的東西 就是說他會透過一個裝置潛入去另一個世界 訪問一些人 例如一些得道者 一些冥想的人 一些精神科專家 跟他們討論關於藥物的東西 最後那集是跟自己媽媽聊天 跟媽媽的podcast 她媽媽已經過世了 那集是無管動的 會爆炸的 然後他在裡面做的就是他們畫面做一些事情 然後他們口說就是他們的討論 他順著故事的畫面也會有一個邏輯 但他好像每個畫面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但他直接反映著他在說什麼 給你看 很冷靜的 原來那集是一套一流一流的動畫 告訴你 我覺得 我覺得第十集 那種兩個人之間的對話 那些人經常說情緒病 或者焦慮症等等 一些很關於內心的一些病 depression 你找很多therapy 找很多朋友談 不對的話 其實談幾十堂都不會有用 而第十集就是告訴你 其實要找一個明白你的人 即是真的trually明白你 trually感受到你感受的東西 然後那件事可能會拯救 他們是去到 怎樣不劇透呢 比較有希望 去到最後是那種 那種希望哪裡來的呢 那種繼續生存下去的那種力 就是 exactly 一個trually understanding的人 嘩 厲害到呢 這個是令我想起 MDMA最初這種藥物的用途 MDMA即是拼頭丸的原材料 最主要的成分 他本來是 他用了MDMA 可以令到一個人 在一個很舒適 很positive的狀態 說一些他內心裡面 完全不敢說出來 不可以說出來的 創傷也好 回憶也好 都可以 above average 都可以說出來 這隻可以說是 一種叫therapy的靈藥來的 但很可惜六十年代之後 他所有研究都沒有了 就是這樣 總之 總之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 我覺得beef是一個很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有少許瘋狂 又生活上不如意 要小心 我怕他捱不到最後一集 又或者你個人覺得 我看完這一集 我看完這一套東西 我改變了很多 第一個改變就是 其實看完這一套東西 之前 我有一個位置 我看到我現在的youtube留言 如果他有少許挑戰我 那種挑戰是 你懂什麼 或者你平錯了 我會馬上反過來 然後我看完beef這套東西 我最深最深的感受就是 其實我可以好好地說 其實他可能很大壓力 其實我們的Raging 我們的壓力 我們的 譬如上網看到那些劍盤戰士 口臭的人 互相攻擊的人 只是看電影 只是看到錯處的人 只是看電影 其實這個世界很疲倦 很疲倦 很迫你 要有這樣的壓力 但是很高壓 大家都很高壓 其實我可能說一個 就是 譬如我 有一個 前兩天 有一個 可能挑戰我 那我就 少少 都不是很語氣 跟他說 你 我覺得沒有問題 大家在罵了幾句 罵了幾句 然後我刪除了一個留言 整個 他自己罵我那些都沒有了 他就特地走來我的頻道 再罵 有一個社群再罵 Dior commenter 那些 他有些是 你什麼什麼 笑死 類似是這樣 我在下面 我思考了一會 我本身也打算回覆他一些 很無暢的事情 但是 我混了一會 特別是看完Beef 再看完Bo is Afraid 我們接下來 阿Dee會說 阿Dee會說 Bo is Afraid 看完這兩套 之後 我覺得錯的不是他 我覺得是 世界 我覺得是社會 所以我嘗試 我有好好地跟他解釋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那個人 怎樣怎樣 所以我才留下一個留言 希望你明白 我剛才其實都不好意思 我語氣重了 然後他在下面 其實他突然變成另一個人 是這樣的 他就說 我不好意思 我都語氣重了 所以我轉過頭 我會刪除這個留言 整件事解決了 我那一刻看完他的留言 我是無管動的 有一點 因為我看完Beef 沒什麼事 如果那一刻大家都收手 問什麼事都沒有 這些 我不是說害怕之後的 consequences 或者不是那種 當然人是有情緒的 你下一個按都沒用 但是我們好像只剩下Raging 這個是不健康的 因為這個情感很直接 沒有互相尊重的 你爆了那一刻 你不用負責任 沒有生氣 還有沒有尊重 那種Raging是有沒有用呢 你適當的書法可以有用 但是每一次對所有身邊的 可能有一點點 其實可能他都不是很反對你的 只不過留言沒有那麼好 有禮貌 或者他說話比較直 或者說話比較直 有些人說話比較直 難聽一點 那你去爆他 就爆來爆去 然後我是思考了這件事 是覺得可以令到自己的EQ 或者處理這些東西的方法 我會覺得很心靈 這套東西是很好 那很好 因為我當年看完Bojack Horseman之後 我開始就心紅了 然後再看回家的東西 最後看了一個大象直的宜座 然後到最後我就是情緒低落到一個點 一陣子 發現自己陷入了一骨緊的狀態 有一點引爆自己 其實我近一年我不是很開心 我是有這種 我原本覺得自己很樂觀 去到一個很高的位置 很樂觀的 什麼都來到我當被蓋的 我最近是 近一年我是覺得 在工作了 在工作了 又是在工作了一個位置 我在質疑 怎樣才開心一點 這個人 找不到東西能夠令到自己開心 即使之前開心的事情 現在做都不是太開心 或者感受沒有那麼強 但是看Beef 我安全的 我不是那種 認同 我不會覺得太過負面 因為他始終都是的 而且結局真是很有希望 我只可以這麼說 於我來講 因為他那個結局 為什麼我會覺得不負面 其實他最大的所謂的變卦 或者一些不好的東西 其實都是他們自己 在這個Fuck Up World尋找出口的時候 所令到那件事發生 譬如女主角那件事 很明顯是他自己會有一個出口 有一個情緒出口 或者重體領域上出口 那件事是他做了 就要承擔那個責任 其實也不是很差 因為他們那些是歷年來的 好像洗頭記一樣 九九八十一個苦難 才收成正果那一刻 他不是Bowjack那種 一二再再二三這樣錯在同一個位置 錯到自己 發揮了那種 他不是那種 甚至這個結局 是對於男女主角 是最好的安排 對啊 有什麼好得到這樣 其實沒有的 這個 還要是那句 他停在最浪漫的位置 最浪漫 最好 最完美 最好的 你能夠想及最好的結果 是啊 你再想下去 就會跌下去 所有事情就會變成 因為你回到現實 如果你再想下去 就會變成 因為他們不是這樣結束的話 肯定是哪一個 甚至兩個都會了結自己的生命 我覺得甚至是了結自己的生命 是 因為連他最重要的事情都沒有了 要慢慢走出來 我會覺得 其實抑鬱 這些 抑鬱 焦慮 全部都是要 剛才都說 沒錯 要看這些事情去想多些 有些時候 要抽離一點點 人生去 重新去審視自己的情緒 很喜歡A24的地方 就是 他經常都把世界最fuck up的事情 告訴你 是啊 但其實是很需要 因為我們不需要太多糖衣 是啊 滴士尼的糖衣 我不需要 不用的 是啊 惡夢有惡夢的存在需要 而那股東西 甚至是現在這個最 大家都不追求內涵 不追求實在 不追求知識的時間 最好最好 就是告訴你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是很震撼的 而我們覺得下一套 其實都是同樣表達這件事 也是 但是我覺得他那一套再內心一點 甚至乎他那個故事的形 他那個故事的模式 其實叫做再經典一點 可以說 他沿用了一個挺古老的故事行進方式 其實就是奧德塞 我們要說的就是這個 Bow is Afraid Bow is Afraid 就是寶驚雲 我不想說這個名字 不好意思 你說吧 你不讀寶就行 我不行 驚雲 一向都是經常會用的 那他就叫阿寶 你一不就叫阿寶驚雲 我那一刻 我那一刻就是 不要生氣 我那一刻就是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因為這個人叫阿寶 所以你這樣來 你做了一個寶字 真的有關事 然後 你有沒有一個好一點的 你很厲害 Have you got a better one Bow is Afraid Bow is Afraid 我搞不定 不定 問題是 如果你只是Bow is Afraid 或者寶寶很怕 很難銷售 只要你寶驚雲 又能銷售到 會比較重 人家看的時候 起碼知道我在看什麼 你寶寶很害怕 我不知道 阿寶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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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的 所以我那時是理解他們 你吃吧 你吃吧 寶寶怕怕 這樣吵到最後 還不太壞 大佬 壞鬼壞鬼 怕怕 不要搞這麼多 但是不知道 吃吃吃吃吃吃得很難聽 這刻 我先說 Bow is Afraid Bow is Afraid 是一個很特別的觀影體驗 我不會說他難 他是一個好看的戲 但是我有一個形容詞 就是 他是一個行駛中 很高速的列車 我們在月台上看 車子是很漂亮的 他做了很多很漂亮的事情 裡面有很多內涵 但是你跟不跟得上 或者上不上到這班列車 去捉他的氣軌 或者理解他裡面的事情 很困難 導演沒有預理 是啊 導演基本上沒有預理 我還未上車 這樣 頭那一幕也比較好 其實他分了五幕 五幕還是四幕 我自己看到四幕 四到五幕 結束後我會特別拔走 結束後我會特別拔走 所以我會當成五幕 頭那一幕是最容易跟 可能他的火車剛剛開始的時候 是 很簡單 就是他現實的生活 然後將他一些驚恐的內心世界顯化出來 內心 我這樣理解 第一幕就是 是啊 其實 挺特別的觀影體驗 就是將他內心 原來焦慮症 驚恐症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我自己看完出來那一刻 是覺得門檻都頗高 我頗高 我門檻是極高 我看完那一刻 我都很少有地 我都是 我要燒一燒化 有點老闆神 我開了我自己的頻道五年 這套算是 我想最難明白那套 我看那麼多電影 最難明白那套 其實我在自己IG上 我要寫一篇文 來梳理自己的想法 我未開始寫 但是我用了剛才那些解釋 去講這套 我那個說法 就不太探討裡面的戲鬼 或者是真還是假 我是想說 就是他的表達手法 電影的工藝上 很多這些導演方面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一開始就是 你看完那一刻 你就會陷入了他的導演 究竟劇情上面來說 哪些情緒是真 哪些情緒是假 始終全部的邏輯都跳到不得之了 是很感受性 或者是很反映 那些心理變化狀態的畫面 基本上是 我覺得如果他保留第一幕 這個故事走向 純粹就是這樣 一直去去去去去 去到他見到他媽媽 其實我是覺得 反而會異明一點 異明很多 但他現在分了五幕 第一幕是最異明 好像剛才所說的 第二幕已經變了 有少少邪教的不安感 如果要不劇透這樣說 是 是這樣說 是 第三幕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第三幕就是樹林 不劇透 因為說得籠統一點 第二幕就是 如果要說第二幕 就是一個 中產小屋 他被拯救到一個地方 由那個地方就是 你好像有陰謀在那裡 好像有不安感在那裡 但你說不出有什麼奇怪 那一刻我自己 我看的時候 我看到中間的時候 我在想 咦 是不是I am going to ending things 這樣 I am going to ending things 是Charlie Kaufman 在Netflix那部電影 他整部電影就是 你一開始以為是 一男一女 回去見家長的故事 但不是所有的 原來就是一個 老男人的腦子裡 幻想的所有的 是他自我對話 整部電影就是 這是這樣的故事 我一開始就想 是不是這樣 你是不是想玩這些 全部都是假的 是不是 不就是 你又真又假 混在一起 之後 我開始讓他覺得 會不會是 頭尾是 比較真 你中間那兩節是假的 中間那兩節就是 他那個心理變化 一個就是 他那個恐懼的一些 呈現 第三個可能就是 他一些 追求 積極追求的 一個幻想 但全部都是真 又或者全部都是真 我會形容為 全部都是真 然後 對了 去到這個位置 我想到真還是假 真還是假 全部不關真假的事 這裡要講一講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那些情節 或者故事 是真還是假 是因為他很實現 很荒誕 很超現實 超現實 超現實 荒誕加起來 就算是他下街 買支水 他看到的人 全部都是 不應該是這樣的 這樣發生 忽然一個David Lynch 是 很興奮才會拍到這套 那就是緊局 他之前那些什麼 這個緊局 這個緊局 在環境做 對 他就是告訴你 總之他表現手法 是surview到不幸 對 令你幻想 思考的 而幻而真 哪一幕是真 哪一幕是假 哪一幕是假 哪一幕是真 哪一幕是假 哪一幕是真的發生 然後他就發現 其實不用想那麼多 我之前在把他分真假 不要分真假 我們就當他普通道氣 我自己分開了四部 故事 劇情 然後 角色和畫面 四部 我自己看回 故事很簡單 就是講一個驚恐症 很恐懼自己 過度的愛自己的老母的一個 一個男人 就不想回去見他老母 回鄉見老母 但是他必須要回去 這就是個故事 一句話說 很簡單 然後畫面 畫面呈現 超現實的 超具體 超細節 他每一個畫面 每一個細節位 都在反映著 那些角色 當下的內心變化 尤其是建築物 那些東西 四個場景 五幕 五個場景 基本上是全部不同風格 亦都是代表著 哈根菲尼克 他當下 在那個場景下 他在想什麼 或者他在感受什麼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我突然間 被你這樣說完 我通到第二幕 我想通了第二幕 第二幕 其實是他的內心 是很內心的 因為房子最能表達內心的東西 他一直都沒有出 他受傷 然後 這套我覺得要劇透 劇透 這套劇透完 你都看不明白 我們都是 猜一下 我剛才這樣想 突然叮了一聲 我就是 那個爸爸是代表他媽媽 不斷說他很無辜 善良 不斷在笑 我是一個好人 我是一個好人 那個現象 他媽媽 那個家裡的媽媽 就是一個 他知道要揭發陰謀 就是他媽媽不斷有監視他 或者等等等等 他反叛了血口 反叛了 然後有一個 他哥 去當兵 他哥當兵的意思就是 他去了去質問他媽媽 為什麼 我爸爸去哪裡 那個是他的 可能其中一個潛在潛藏的人格 然後 那個妹妹 是他自己 然後 外面 外面有一個 是一個大隻佬 大隻佬 你當他是一個 Drax的物件 我看的時候 很像Drax 沒有腦 不知道在做甚麼 但很暴力 是打完帳創傷 是一種創傷後遺 然後 那個殺手的物件 其實就是他內心 憤怒 還有 想報復的那個心 毀滅一切 自我毀滅 第二幕就是他內心的事 他想逃離 自我毀滅 我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我突然間通了的原因就是 那個暴力的人其實是不斷去堆壞 第三幕是一個美好的幻想 武托邦 甚至他裏面有一個舞台劇 有一個舞台表演 那個舞台表演說 他好像是我的人生 其實那個暴力就是去 其實那個人生是一個很計劃 一個很驚濤蟹浪 又不可以驚濤蟹浪 但是是一個很安全的 我有小朋友的一個人生 但是那個暴力的肥仔 那個肥佬就走進來殺 我會說 是小小是扭 或者自我毀滅 毀滅那個對於人生的幻想 我不值得有這些 因為我有一刻在想 其實那個肥佬 根本就是那個阿哥 他們幻想中的那個完美的哥哥 已經在戰場中 永遠迷失了再回不了你了 回到來之後他變成一個 傻子的肥佬 我們不敢承認他 都可以這樣解讀 都可以這樣解讀 我會說這個解讀就是 他的終極理想和他的自我毀滅 但是 因為康奴第四幕 看到他媽媽的時候 其實他是要參加他的喪禮 其實康奴他在一個角樓 困住了 我想說那些位置很像祖業 網頭師和上角樓 就是祖業 他用回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挺有趣的 好玩 這就是喜劇 他自己說的 Ariosa自己說 這就是喜劇 其實是很好笑的 那個喜劇感是很足的 黑色喜劇 心理經歷加黑色喜劇 我猜不到他拍那個喜劇 也挺有感的 怎麼想到他夠膽 在角樓放這樣的東西出來 然後其實有哥哥出現 在角樓上面 我會把哥哥和暴力性格分開 哥哥我覺得是勇敢那方面的代表 甚至我覺得沒有哥哥的存在 我覺得是勇敢的代表 他那個勇敢神 在那個年紀已經被他媽媽混了 或者是那種衝動 勇敢我覺得是太正面 我覺得他是一個兩面兩的 為什麼我會用勇敢呢 就是驚恐症 或者是一種焦慮症 我覺得是另一邊的對照 那個行動力 或者是那種衝動 可以 通常那些人驚恐或者抑鬱 就是你對任何人都失去了興趣和衝動 或者是沒有那個信心 我不會拿到第一步 但是那個肥佬哥就是那一刻 那個衝動 我做衝動 為什麼要爆色 我爸爸在哪裡 其實這個故事很簡單 那個爸爸就是射完走了 中出即飛 中出即飛 這個部分已經是最易明了 所以他那個具象化就是一條 剛才說到就是 就是畫面很易明 故事都很簡單 然後那些角色的矛盾衝突 更加是顯而易見 我以為每個角色 他都有自己的意象 有自己的功能 但是你要保持著 腦子要不停把細的線穿好 錄好 就是你好像一個命案 把所有留在地下的粉 證據有玻璃碎 全部錄好號碼 再拼湊你就大約知道他說什麼 對 所以我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叮一聲 那他整個有劇情做什麼 你不用管他做什麼 劇情完全是在迷惑你的觀眾 我覺得是 他有心是要令我們墮進去他的迷宮 你試試跟進去劇情 你就永遠跟不上他 你試試 不要理會劇情 我們是同場看的 那天 其實我覺得九成的人 都可以負評這套 我覺得 因為他們不會去花心思 未必去花心思想那件事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玩法 最好玩的地方 我是覺得很趣 你一部電影 他竟然跟你說 我們不用劇情 我沒有劇情的話 我只是靠畫面 靠角色 靠故事 你也知道我想做什麼 我劇情用來做什麼 那不是 那些傻子 甚至他在裡面 找到他自己趣的地方 或者想試的東西 我覺得我第一個留言 對於這套戲 就是他那種原創性 我沒有這個經驗 我沒有看過有這個經驗 就算之前很多實驗性的電影 實驗性電影有很多種 但這種是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技法相當成熟 技法相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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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une Phoenix是無可自然的 無敵的 無敵的 然後其實所有部分 你是能夠得到你享受的位置 還有一些美術 神經病 只不過他沒有一個很大的框架 告訴你那個故事 不是我們熟悉的電影語言 可以這樣說 所以他的觀影體驗很獨特 很原本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不能說的一定要大讚的 但是你拍了一套九成半的人 都受不了的戲 那你就自自然然要承受那個 我覺得 我會替那個導演 因為這套聽聞就是AR4最高預算 都合理 用了3500萬美金 那就是一個比較高預算的投資 老實 我之前看早頁 看Mid Summer都好 我都覺得 尤其去到Mid Summer 我都會覺得 你這個Ari Aster 這個人是有鋪印 是要嘔心觀眾的 是要令觀眾不舒服的 挑釁觀眾的質感 你猜不到你去到Bow is afraid 從頭到尾都會挑釁 尤其他人是 簡直是應該去到 Laz Van Tire 或者是Gasper Noah 那種挑釁級 我覺得有一點是 就是我don't give a shit 你想我怎樣 我給什麼你就看 你說到這件事就最適合了 我分出來的第五部分 就是出字幕 Rolling Credit那一部分 嗯 嘩 然後尾是 大家 那個意象是告訴大家 就是沒有了 你去批判這個人 你去批判這套作品 你好像那個大意想完的律師一樣 批判他 批判完 吃花生 走 出字幕 那個結局其實我想起什麼呢 我想起疑鄉人 是 最後那段他也是受一個審判 為什麼審判 因為他老母子死的時候 他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所以他不是一個人 其實很少可以把審判放在最後 因為審判我們如果放在劇本上 很多時候需要有結果 或者有一個轉向 他拍在最後是一個 就是剛才那種 我其實不太理會 你批判他 你批判主角 你批判 為什麼要批判他 他當中有他不適合的地方 或者怎樣做 只是不符合你心目中所想 那件事 沒有子關係 他不斷地做科索 是啊 我是反叛 我都不是一個很好的兒子 但是 然後 還有很相似到其他觀眾 為什麼那個設計那場戲要有觀眾 那我就把那件事相似到 其實這個作品 我都不是很照顧大家 我都不是很理會大家 你對我要求 我沒有的 我沒有對 你為什麼要對我要求 他就是 Wakun Phoenix 你為什麼對我要求 他就是 想像是Ariasa的船 去了奧斯加評審前面 這個是我的創作 這個是我的人生 這個是沒有投票給我 這個是我是驚恐症 我是怕我 為什麼我要怕我這部電影拍得不適合你 為什麼我要怕我這部電影不是大眾口味 為什麼我要怕 誰想我 我也不想我自己 誰想我 其實最後那個End Credit 如果 我幻想中 其實 我們現在當然會看完最後才離開 當然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Ariesta是想我們 跟著那些觀眾一起離開 我覺得那個玩法很有趣 我幻想中會不會是這樣玩呢 沒有的 我看那場就是一個人可以離開 那些人就開始一起離開 我看到的就是這個畫面 我會覺得是他剛剛做那個動作 然後有Rolling Credit 然後就開始離開 你會看到畫面裡面 慢慢的人會散 好像看完紅館演唱會那樣 其實我覺得那一刻我們也要跟著離開 我覺得那個互動感會比較強 但是純粹我自己FF 我覺得我坐在那裡看著那些人 無法離開 已經很救命 都開心的 開心開心 還有很難消化 難啊 我消化到剛剛才叮一聲 把那條戲軌 終於我原來想到他為什麼這樣做 門檻相當高 門檻相當高 我自己就把它拆了做很散的電影元素去看 那我就大約理解他想做什麼 撇除了 我會覺得很難得 是啊 其實很多導演很多戲很多編劇 現在是越來越normalize所有東西 就是將一些東西standardized 一套跑谷片是這樣 一套無險片是這樣 一套間諜片是這樣 一套間諜片是這樣 一套 但是家庫有疲勞呢 基本上中庫都是這樣的款式 就是有那個疲勞 但是Bowell is afraid 他正在反應我們一貫以上 一貫以來所認識的電影語言 用他的方式講個故事給你聽 然後充滿細節的 不是亂來的 是啊 另外這一套戲 現在這一刻我當然想起是 羅里塔的小說 納伯科夫的羅里塔小說 納伯科夫是一個很神秘的人 他反復落意得那種精神分析 論反律不知了 但是整套羅里塔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 就是從文開的角度去很精神的描寫 一個戀童癖和一個年輕女子的那個心理狀態變化 我覺得有一點給我這個感覺 阿里塔小的這套戲 就是我不用你平時的玩法 我用我的玩法 講這些東西出來 咬我吃 還有如果你是一個創作者 就是導演編劇 裏面 無論你覺得這套戲好不好看都好 他有東西你學 有東西落袋 有東西落袋 在技術上來講 剪接場景轉換所有東西 根本就是成熟到不得了的作品 我唯一有少少一般的 就是那段人生 那個Animation 我覺得有少少籠統 對於我來講不算是新的經驗 那段 我也是OK的 因為他那種理想和阿包本人的感覺是相近的 如果你說太過迷幻弱就不太好 我明白的 我會覺得是很值得一看 如果你很喜歡看電影 這一套你一定要先看 無論你明明也好 或者你不享受也好 先看了 因為那個感受是 對於一無二的 對於一無二的 對於你不會再有的 老實說我未必會很近距離 立即看第二次的 難的 沒有那個動力 基本上我會等串流 我或者串流 我會先等一排 因為我還是很入心 是的 而Beef我看完第十集之後 我很想馬上再看一次 是有兩種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很厲害 富貨大很多 這個Bow is afraid 我簡直看完 一直回去 我運行不了 太多東西了 我也做了一晚才有消息 還有我期待其他人怎麼寫 是嗎 好 看看他們怎麼玩 我也想知道 還有最後我覺得有一部電影 我覺得你適合 是什麼 今天晚上我看的 就是To Catch a Killer 追捕殺人狂 追捕殺人狂 他就是今象提名電影 無定向喪心病狂 噢 頂你 Damien Chiffon 紙編自盜 要看了 沒有一稿說 是的 他是一個紙編自盜 他裏面有一段 我是想起來的 看的時候 就是 騎不騎透 不騎 總之裏面有一個人 有一個說法 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 其實我很想每一天都看到星星 但是這個世界的規則 令到我沒有空間 去看我想看的東西 留下我自己的生活 就是近來你在直播裡有說的 就是 那個系統意在 你不符合這個系統的人 你只會是那些瘋狂 外奸 反社會人格 甚至乎他令你自己標籤自己 什麼是反社會人格 會有那種要暴力 要整塌那個系統 或者推翻那個系統 或者要做一些很轟烈的事情 或者危害欺人的事情 就是 因為他平時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被系統危害著 壓制著 而他是每一分每秒都被你壓榨著 是的 那件事是 我不算是認同反社會人格 我純粹是表達另一個方面 就是說 他裡面有一段 正在說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跟隨呢 而最棒的是 他裡面在查案的過程 我們是可以看到 系統究竟有很多 腐敗的事情 或者一個既定 為什麼這麼多程序 為什麼這麼多政治爭拗 爭鬥 權力爭鬥 譬如你是FBI 你那個 頭或者警察處長 或者怎麼樣 不想你做 你查到 那個功勞就不在我那裡 所以我要 譬如周長 我就要做很多事情 去限制你去查案 但是你不查案 那個殺手就不斷殺人 嗯 而他裡面的系統是挺疼的 你看完你是不會喜歡的 但是 他就問了一個這樣的問題 而 我很喜歡這一類 就是在說 世界有多 就是表現那樣東西 你為國家去犧牲個人 值不值得 或者有沒有需要 有少少 可以這樣說嗎 甚至他 我就在想 如果真的有0.1%的人 是真的不適合這個社會 甚至他對於金錢以外 或者這些社會以外 這個資金以外 有其他追求的話 其實他是沒有可能追求到 因為那個系統不讓他玩 是的 而你就算 好像你在直播上有人去挑戰 你說你很多東西 你買一杯水 你水費也有錢 電費也有錢 就說一定的錢是一定要的 所以 他們那種無奈就是 建基於 他們不斷 其實生活著的每一分鐘 他都被人壓榨 所以他才會有那個反彈 Casla就是想做免費戰力 那個反彈 所以我會覺得挺適合你看的 你去研究一下 Catacular 好 不過先看命案 應該都會 但命案也要宣傳一下 星期日春 其實頭一個星期非常重要 星期間剛剛過了 如果之前的星期間看不到命案 今晚去看 接下來這個星期一定要看 第二個星期也很重要 是 因為你濕爆了 起碼第三個星期不會 怎麼減 或者加上去都還可以做 好 命案是非常值得大家支持 會看的 我會看的 所以我很多會員 觀眾 都對這套戲都滿意 很滿意 滿意的 好 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賣大包 很棒 下一集再見 再見 拜拜